據路透社報導 新聞集團公司高管在給員工的一份信中說 中共支持的黑客網絡攻擊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記者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2013年紐約時報報導 黑客攻擊影響了其員工的53台個人電腦 同一時期彭博社、華盛頓郵報 和《華爾加日報》也報告被黑客入侵 另外網絡安全公司安全工程表示 北京的黑客多年來一直以西方記者為目標 因為記者被認為是獲得有關中共當局 及其對手信息的重要情報來源